叶子得赶紧勾一下 不能等它干了 因为你用颜色画的叶子 它的颜色颗粒比较粗 所以你可以直接去勾 画完叶子直接勾筋 所以我们得赶紧勾 好的 好 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观看 这点也够一下 然后够完机以后 我们可以上颜色 还是藤黄 藤黄这个颜色现在不洗了 花颜色还是藤黄颜色 藤黄加点这个 那个什么褶石 然后下面这个 下面这个你还直接给它染一下 直接顺着皮就过来了 这边这个可以 也是不用那么重了 因为它不是主要的 你看就这样一染 我们这个小孤独的我们可以用点褶石 亮一点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 孤独嘛 孤独的颜色就比较深 这样的起画面比画面起到一个比较亮的 那个 我们再用点这个三绿 三绿干嘛呢 三绿的把这个小嫩叶子 给它给它稍微换一下 就是让它起到一个也是一个 就是烘托的作用 小嫩叶子 然后我们这边可以再画一个 这边可以再画一个那个 骨头 这边可以稍微用墨点了一下 然后我们再染颜色 三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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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它一下 点 也可以用三绿的稍微 这样一下 这样的这个 不至于那么 怎么样啊 这样呢 它都会厚实一些 就是说它又多了一层颜色 好了 好了 这个就 这个画是画完了 但是我觉得这一块呢 好像还少一个 嗯 就得让它撑出来一个吧 撑出来一个 我们可以 稍微染一下就行了